朋友们大家好 这个网上流传着一段电钻门不雅小视频 有网友爆料 其中呢主角就是网红 网打炮 以至于很多网友 纷纷都跑到了这个 他的抖研账号下面进行评论 或许是传播速度太快 或许是该主播呢 不希望事情扩大 于是将这个账号呢 设置成了私密 并且下架了之前的所有的作品 根据资料显示 网打炮呢 目前有50万粉丝左右 由于这个抖研账号呢 设置为私密 网打炮的个人资料呢 无从查找 根据这个网友透露吧 他本人是02年的 今年刚改了这个网名叫 网钢弹 在这个三月份又改成了 这个网打炮 他经常在这个短视频平台呢 秀自己的纹身和胸肌 因此走红 比较讽刺的是呢 这个电钻门事件 广大网友也是通过这个纹身 与其做了这个对比 才发现这个女孩 可谓就是成也纹身 败也纹身 这次这个网打炮 因为一个小视频 突然就是爆红 大家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这种爆火 这种电钻门 十分好奇 所谓的电钻 就是把女性用这种成人用品 这个套在这个电钻上使用 类似于这个某宝上卖的那种 女性全自动伸缩剂 剩下的就是大家自己脑补一下 吧 至于这个视频是怎么爆出来的 网上流传就是比较广的 有两种说法 一是网传因为这个网络捞钱 与这个金主爸爸闹掰 被这个发到了网上 再一个就是网传与其前男友分售后呢 这个前男友就是发的 就是存在这两种说法 只是网传军呀都未被证实 还有就是网友说啊 此人在这个推特上网黄 一开始拍这些L照出道 后来卖这个QQ用品 这个出事前几天呢 还在这个推上推自己这个 这个杯子 他这个内网和这个外网呢 就是完全两种风格 这次就是出刮也完全是咎由自取 有没有就是感觉到被这个他防到 目前这个网打炮账号呢 已经搜索不到了 疑似是被注销或者是被官方评议 这个小视频当事人呢 具体是不是网打炮 还是不清楚 还是不了解 只能说通过这个文身高度对比呢 相似而已 再加上这个当事人呢 也没有出来进行正面回应 所以大家就是不要过于过度的猜测 以免给当事人呢 带来不必要的 麻烦 以制作烦恼 谢谢大家收看